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止一次派人去印度求取佛经 因为在古代 印度的经文是最权威的 除了中国 很多其他国家的僧人也会去印度求取佛经 今天小便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印度的佛教圣地 2000多年前 如来佛祖曾在这里讲经 并且唐玄藏也曾到这里拜也 这就是陆野院 相传佛祖的前世曾经在这里居住 并且在此地经常能见到野路 因此得名陆野 并称为圣地 相传在公元七世纪时 大唐玄藏曾经来到陆野院 当时这里有1500位僧人 玄藏在这里和他们学习小成佛法 当时玄藏所建到的陆野院极其壮观 佛寺是用黄金建造的 并且还有上百层的佛刊 每个佛刊里都是等身的黄金佛像 四中的柱子像玉一样 蓬透温润 在柱子前诚心祈祷 就可以见到众生善恶之像 可是如此壮观华美的陆野院 曾经被土耳其人彻底破坏了 如今只剩下一座佛塔留存了下来 这个塔高39米 四面有狮子雕像 并且塔身内还有大量珍贵文物 塔的后面就是陆园 现在还有很多路生活在此地 目前陆野院还有很多外国寺庙 如中国 泰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佛寺 这些寺庙既接待一部分旅游工作 也是佛学院 各国僧人在这里进行佛法交流 并且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回国内 小伙伴们 想去陆野院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 我们下评论